前年11月 新义区夜店杀警案 60多人纠种斗殴 聚集在新义区夜店外头 拿起红绒柱就往死里打 短短三分钟 让刑警薛真国没了命 检察官前后起诉67人 台北地月19号上午一审宣判 始作俑者曾威豪遭判刑8年6月 大姐头刘新童遭判刑9年 万少城遭判刑8年4个月 周玉腾遭判刑11年10个月 另外带头纠种的肖瑞宏 遭判刑9年半 一人一孰宽的儿子 易宝宏遭判刑8年 再种的刑都换不回我的老公 我只能这么说 他已经 我们家已经付出了最大的代价 然后我相信 是法会还给我每个公道 前年11月13号 当时休假的侦查所薛真国 得知有人纠种斗殴 跑到夜店外头支援 没有想到早已人活活打死 站在一旁的老妈妈 早已泣不成声 需要靠人搀扶 历经丧子之痛 伤口一次又一次被扒开 事发至今将近600天 还等不到一句对不起 目前46人和解的总金额是3600万 有一些人 其实还是行为很严重 而且事后态度完全没有任何的回忆 3600多万和解金 还有被告至今尚未履行承诺 强调还会上诉 只是对于被害家属来说 再多的钱也换不回薛真国的宝贵生命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